记者苏方和台北报道,随着年底地方选举逐渐白热化,最能增加候选人曝光度的选举看板大战也开打,最常见的就是互相检举对手看板,即此降低对手战力。 国民党的市议员参选人林幸儿就被检举下架达二十多次,民进党市议员参选人林志宏的看板则是一期之间被同党其他参选人无预警撤换,相当傻眼。 时代力量市议员参选人黄玉芬则说,自己还没挂看板,但听闻台北市三点不露规定严格,会小心谨慎,年底线市议员选战激烈, 除了新兴政党时代力量推出大量新人之外,老牌的民进党与国民党也新人辈出,而相对年轻的新人善于使用各种媒介自我宣传,也让老将压力沉重。 除了站路口,扫街,拜票,送车等途径外,能够增加曝光的选举看板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不过除非是亲朋好友能够出借位置,否则看板的制作费用,场地与吊车租赁费用都非常高昂。 因此,检举对手看板也成为另类的干扰策略。 参与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初选的林花伟就说,他的看板因为是逐致的,被匿名检举后拆除,少掉几面看板,曝光度大减,已经被国民党提名参选台北市议员的林幸儿说, 他这区有很多人都被检举看板,自己就被检举高达二十几块看板,每次还要雇用吊车来拆除,除了多花三十几万元之外,心情也受影响。 于林幸儿在同选区的时代力量是议员参选人黄玉芬说,台北市的自制条例规定严格,在选举或出选前一定期间,广告看板必须要三点不录,候选人姓名, 图像,号次,竞选项目与标语中三项以上内容,自己还没有挂看板,但是未来会注意相关规定,避免还没曝光就被罚款,又别于大部分状况是被检举下架,已被民进党提名参选市议员的林志宏,则是无预警遭同党其他参选人直接撤换看板,让他十分傻眼。 林志宏说,虽然他有寻求沟通,最后却无下文,至于是否采取法律行动。 身为新人的林志宏则表示心中很挣扎,但希望理和为贵,不希望有下一次。